口号喊得相当有利 国民党立委和北市议员日前挺身而出 宣誓高雄市长补选这一仗 每个人都会服选五次 但李梅珍出现之后 这承诺真的能兑现吗 看看这一份调查南下 服选意愿的表格 列出投票日前的每个周末 台北市议员自行报名 但传了一个礼拜二十几个人 却只看到汪志斌一个人登记 其他人难道都不愿相挺吗 最后大家就决定说 把这件事情交给议会党团 那现在就是在等说 哪一个具体的时段 什么样的行程 原来现在是交给议会党团 统一当接下窗口 但现在就算北市议员想南下服选 也不知道从何去起 我希望这个梅珍团队 行程尽快提供给我们台北的议员 都很乐意下去 就是全党上下一起党的战争 这是我不断强调 这不是每这一个人的选举 周末行程至少周三周四的时候 能够让大家知道 因为自己的选区里面 还是有些活动要跑 这番话听起来有些无奈 因为北市议员光是车程 就要三个小时 来回车资三千元 也得自行吸收 但这些不打紧 就怕遇到这个状况 原本李梅珍团队规划好 四号下午两点的行程 却在十五分钟前临时取消 如果议员选在这天南下 恐怕就会扑了空 而李梅珍竞选团队 日前才被批评一片混乱 行程规划毫无章法 尽管现在全党上下 都想尽心力 但最后可能会变成 降帅无能 累死三军的尴尬局面 三天全方 冯周凯台北报道